我王家乃世代官宦之家 当受朝廷优待 非老夫不缴税银 是老夫家中真没多少谢银呢 李不堂明鉴呢 是吗 那你姚孙举打算怎么办 你姚家欠了朝廷这么多银子 不能就这么算了 老夫为官一身清廉 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呀 只能求陛下宽恩呢 看来你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不会不知道陛下为什么要我们沙鲁军 来负责追缴欠税吧 那是因为我们沙鲁军在北京城 积累了不少考虑豪强贵族交出银子的经验 刘方亮 交给你了 是 不堂 姚孙举 说吧 你的银子藏在了哪里 除了库里的三十多万两 真没有银子了呀 看来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继续 我说我说 在在我书房 松贺堂里旋转打开一个摇屏后 就有一密室 里面藏有十万斤的大银钉 这是我姚家所有的家产了 是自无伤留下来的 拿来抵税吧 除了这笔银子 是实真没有了呀 现在可以饶了我了吗 礼不堂啊 你认为老子会相信你就只有这么点银子吗 别想诃骗老子 把老子的小赖牙棒拿来 往他后面的洞里钻 敲打进去 他要是不肯说 就一直往里面敲 饶命啊饶命啊 你们太残酷了 你们这群流寇就是苦力 不要这样啊 我说我说 在我老家后院 流芳亭旁的水缸下 是一地窖 地窖里藏了一百万斤的银钉 除此之外 真的没有了呀 老家 谢家 陆家 孙家 这些都已经被强制缴税 现在欠税银达百万两以上的 还有已从太仓迁居于南京的吴家 其组长是袁左庶子吴伟业 此人是崇祯四年的榜眼 此人于文坛九复盛名 您看是否要抓 抓 抓一个是抓 抓十个也是抓 我们星明会的人 就得坚决执行陛下的一切命令 是 下官已经派人打探清楚 这吴伟业 今晚夜宿秦淮和 立春院花魁 兰西姑娘房间 这立春院 乃秦淮和最大的高兰之地 下官建议 还是不要直接去里面墙拿 因为人多 容易造成混乱不说 也容易造成恐慌 不如先派人去其房间 以其他借口 让人抓到立春院外 再押入囚车带走 可以 点解救 你带人去 是 谁呀 找吴老爷们 什么事啊 开门吧吴老爷 衙门送温暖 开门 衙门送温暖 我再喊三声 再不出来 病闯了 来了 哪个衙门 送什么温暖 气象还挺大 知道老子是谁吗 不过 我吴某人还是第一次听闻 有衙门要送温暖的 要送怎么不是你们家老爷 亲自持体来送 真是不懂规矩 你们这是干什么 别说话 老老实实跟老子出去 温暖多着呢 现在可以说了吧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怎能如此大胆 老夫乃是重申四年的榜眼 吴梅村 抓的就是你 你家累计欠税 拿一百零二万两 跟我去应天巡抚 衙门走一趟 你们是谁 这是干什么 是谁给你们的狗胆 在撞捕乌宫 让开 不得阻挠朝廷公务 棒死 你知道 你在和谁说话吗 老夫曾经是朝中奉献官 你这样的武官 只配跪在老夫面前回话 如今 你竟敢对老夫如此无礼 真是烦了 没错 刘公村是御史官 你这样的卑微武臣 还不快跪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臣围观这么多年 还从未想到过 原来大明民间已如此富足 通过轻障追缴上来的赋税 居然能有这么多白银 这样一来 朝廷是真的越来越不缺钱了 早知道江南民间如此富数 当初的三想 就不该在农户上加征 结果造成普通农户 越发的生活不下去 而江南的这些商人 却越发富的流油 要不然 就凭追缴上来的一亿多两 也够养官宁兵十余年了 陛下说的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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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